陈家洛写了封信交给了韩文冲 并且跟韩文冲说呀 见了你们的总标头 给我替他问好 韩文冲接过信来就说了 王总标头呢 本来吩咐兄弟我帮一把手 送一只标到北京 到了北京之后呢 再护送一批玉次的珍宝 到江南贵府上 今天兄弟见了各位的功夫 哎呀兄弟自亏不如啊 如果说我也练过功夫的话 我这只不过就是装着把势 跟各位比 那真是天壤之别 公子府上的珍宝 我想有哪一个胆大 感动一根毫毛呢 呃这我就告辞了 陈家洛一听 韩兄 我问你 您预备护送的东西 原来是我们家的吗 韩文冲说 是啊 标局子来给我送信的烫子手说呀 说皇上对公子府上天恩浩荡 过不了几个月呀 就赏下一批金银珠宝来 现在呢 一批一批鸡的太多了 要送到江南老宅去 府上托我们标局护送 兄弟今儿个呢 就算栽在这儿了 哪还有面目在武林中混饭吃啊 我打算安顿了焦师兄的家属之后呢 我就回家了 回家种地下 有功夫的话 我打猎去 绝不再在江湖上丢人现眼了 我就此告辞吧 陈家洛说 韩兄如果你要肯听陆老前辈的金鱼良言 那是再好不过了 在下索性就交你这个朋友 新燕 你把镇远标局的各位都请进来 这新燕马上答应一声就出去了 把钱正伦等这一干人等都带进来了 这钱正伦等人不是被捉住了吗 都捆着绑着呢 另外还有标局的人呢 哎呦真不少 好几个人都进来了 韩文冲和个人这一见面 面面相须 都说不出话来了 陈家洛在旁边说了 今天是冲着韩兄的面子 这几位朋友呢 就放你们走了 韩兄 你把他们都带去吧 不过 以后再要是见到他们不干好事 可别怪我们 手下无情 韩文冲一看呐 这都我们标局的人呐 被人家给捉住了 韩文冲就给陈家洛 是软硬监视 恩威并济 贤功夫套交情 被由的是脸如死灰呀 到了这个时候 自个儿说不上什么滋味 是哑口无言 一见陈家洛 说了半天 把标局的人都还给他了 可就是有个重要事没说 什么事就那匹马 韩文冲是因为那匹马 才追过来的 但是陈家洛不说还马 韩文冲还不敢说要 心想得 我这匹好马呀 就算给了他们了 嗯 陈家洛接着就说了 我们呢 先走一步 各位就在此休息一天 明天再动身吧 啊 走吧 弟兄们 咱们登城上路 红花会的众群雄 一个个班安任等 城华坐骑 这一干的标识官差 就呆在了当地 谁也不敢言语 大家伙走出一段路程来了 陆飞青老头就说了 他对陈家洛说 我是陈当家的 标杭这些个小子们留在后头 我的那个徒弟用不了多久 就会跟他们碰着 这伙的人吃了亏 还没报仇呢 说不定会找我徒弟的麻烦 这样吧 我想晚走一步 照应一下 我随后就赶上来 如何 陈家洛书 陆老前辈 那您就请便吧 最好跟令仙徒一块来 好 多助我们一臂之力 陆飞青说 哎呀 我这个徒弟呀 就会闯祸 就会淘气 还助你们一臂之力 他不给你们添乱就行了 他帮不了什么大忙 所以此时刻陆飞青抱万一共手 吊转码头 向来路回去了 陈家洛呢 没有来得及向陆飞青 问他这个徒弟的情况 因为陈家洛 还记着那个回族小姐 临上马的时候 嘱咐他的那句话 就是你一定要问问陆飞青 他那个徒弟是怎么回事 你一定要问 但是还没来得及问 陆飞青走了 他们这方人继续往前赶路 那么打探消息的于于同 怎么样了呢 这个于于同是先行了一步啊 他奉命侦查文太来的踪迹 沿路暗访 这一路上可是也没有得到什么线索 这一天忽然倒在了梁州 梁州是一座千年古城啊 何夕要地 民风雾富 找了个店房 他住去了 住完了店 安置好了之后 他信部就走到了南街的鸡翠楼上 这个鸡翠楼是个酒楼 登上酒楼呢 找了一张桌子 要了几个菜 要了一坛酒 坐到那里是自珍自饮 赶怀绅士啊 这喝的酒 他尤其是把那个酒倒的那杯里头 端起酒杯 这个酒在杯里边这么一晃荡 他忽然发现 在那个酒杯里边 好像出现了落冰的笑容 这个笑容啊 就是落冰上马之时 回头冲他那一笑 这个笑容忽然在酒杯里边出现了 哎呀 于于同心想 这个四嫂怎么在这里又出现了 不是四嫂出现了 是我这个人还在犯丹斯兵 没出息 不是人 给自个儿来一嘴巴 他就来一个嘴巴 把旁边的跑堂的下以哆嗦 跑堂的一看 哎这杯什么毛病 神经有点问题 怎么看着酒杯打嘴巴 哦 他可能要记酒 没记了又想喝了 他哪知道这里的内情啊 这个时候于于同 吵着这酒杯 心里边是感慨万千啊 心想 我这样的分担相思 是万万不应该的 这叫什么呀 这就叫 见斩不断 笛子吹也不散 嗯 喝 喝了一杯酒 又倒上一杯 又喝 一边喝着酒 无意中 往这个酒楼的墙壁上一看 一看这个酒楼的墙壁上啊 烂七八糟的 划了这不少字 有的呢 写的是某某某 到此一游 有的呢 在上面写几句桌诗 哎呦 这个于于同一看到这里 忽然是油肝而发呀 告诉这个跑堂的 你去拿笔墨来 跑堂的一听 你要干什么 我又在这里提斯一首 哦 跑堂的一看 您自个打嘴巴的 您还来了失信了啊 这跑堂的一会儿 把这个笔墨端过来了 哎 那您来 于是这于于同拿起笔来 站满了墨 就在墙上提了一首诗 这首诗写的是 百战江湖一笛横 风雷狭烈死生轻 冤阳有偶春残死 白马岸边笑夜生 嗯 下面落款写的是 千古第一 丧心病狂 有情无一人 提 他把这个诗提完了 落款写完了 这个跑堂的过来 一端着雁台 一看着落款 偷偷的一乐 心想黑幽 头一回看见落款这么写的 千古第一 丧心病狂 还是有情无一 什么意思这是 其实这个于于同这么写呀 他自己感伤 对落冰有情 那么自己又恨自己 对落冰有情 对文太来 那可就无意了 哎 他自己心情是非常的矛盾 久入愁长 更增郁闷哪 他自个儿坐在这里 吃着菜又喝了点酒 正想着要结账下楼呢 忽然就听见楼梯声响 登登登登登登 上来两个人 这两个人望上一走 鱼鱼童眼睛间 注目一瞧 头一个上来的 哎 这人面熟 在什么地方见过呀 他忽然把这个头 往旁边一转 把脸就背过去了 没让来人看见他 就这么一转脸的功夫 他忽然想起来了 哦 在铁胆庄那个地方 跟他交过手 这个小子是个官差 信息那个人呐 往楼上走的时候 跟另外一位 正在那聊呢 没注意他 这两位就在楼门口旁边 那找了张桌子 那就坐下了 他们两个一坐下 这个鱼鱼童 还就不好走了 鱼鱼童假装喝多了 就趴到那个桌子上了 酒坛的酒杯 都在那撂着 剩菜也在那摆着 那两个人坐下之后 也要了菜 也点了酒 两个人就在那开始聊 鱼鱼童 趴到这个桌子上 这耳朵 可就听他们说什么 就听其中有一个人说 哎 瑞大哥 你们这番 要是拿到点子 真是奇功一件呢 瑞大哥 鱼鱼童心想 瑞大哥 哦 我想起来了 官府中有个叫瑞大林的 就是这个小子 鱼童还在听 他们所谓说拿到点子 这个点子是就行话 就是意思 你们要抓的这个罪犯 接着就听那人讲 皇上要是以高兴 可说不定会赏给你们什么呀 接着就听那个姓瑞的说了 赏什么我也不想了 我呀 现在只求太太平平 把这些个人能送到杭州 这也就罢了了 我们八个侍卫 一起出京 眼下就剩下我一个人回去了 宿州这一战呢 不是我长他人志气 灭自己的威风 现在想起来 这憨毛眼都直炸呀 另一个人又说了 哎 现今你们跟张大人在一起 那就没事了 张大人那是多大的本事啊 绝对再失不了手了 那个姓瑞的又说了 话是不错呀 不过这么一来啊 这功劳就都是御林军的了 咱们御前侍卫还有什么面子 我说老朱啊 这点子干嘛不送北京啊 非得送杭州去干什么呀 怎么又改主意了 就听他被称作老朱的那个人又说了 哎 我跟你说啊 我姐姐是史大学是府里的人 你是知道的 我姐姐悄悄的跟我说过 皇上要上江南去 把这小子送到杭州 看来皇上要亲自审问他 那姓瑞的一听 哦 原来如此啊 说着话喝一口酒 哎 你们六个人从京里赶过来 就是为了下这道旨意的吗 那姓朱的就说了 哎 不光是这个呀 还得给你们当帮手呢 江南那红花会的小子们势力大呀 咱们不能不多加小心呐 于于同听到这里 心中爱想 哎呦 幸亏在这里碰到这个两个小子了 这个真是侥幸啊 要不然的话 不听到他们说这个事情 我们还以为他们要把四哥送到北京去了 大伙准备往北京的路追 看哪里知道 他们现在改道 要送到江南了 大伙要是扑到北京去 那不就扑空了吗 那不就误了大事了吗 接着他就又听那姓朱的侍卫就说了 哎 我是瑞大哥 这小子到底犯了什么事了 还能让皇上亲自欲审他 就听那瑞大林说了 这个呀 这个我怎么知道 上头交代下来 那咱们就得办 要是抓不着他呀 大伙回去 那全都得是隔职查办的处分 脑袋保得住 保不住 那都是两个说着 嘿 你说这个玉前四位这碗饭好吃吗 就听那个姓朱的笑了 现在瑞德哥立了大功了 来吧 我先敬你三杯 好 谢谢 这两个人高了性了在那喝酒 后来这个谈话的题目慢慢的就谈变了 怎么变了 跟这个主题就离远了 谈到女人身上了 什么北方的女人是小脚啊 江南的女人什么皮肤好啊 这两个人是胡说八道 酒足饭饱之后 这个姓瑞的呢 拿出钱来付了酒钱 然后呢 他就下楼了 两个人往下一走的时候 回头看了一眼这余余童 就听那个小子说 那位怎么的了 另一个人就说了 怎么的了 喝醉了呗 瞧那样子 还像个读书的 哎呀 读书人还喝酒 没有这个量就别献这个事 真是 走走走走走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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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顺楼梯下去了 于于同等他们下楼之后 赶忙的抬起头来 结算了酒饭账 然后跟着他就出了酒楼 出了酒楼 尾随在他们身后 远远的盯着他们 看这两个人上哪去 拐弯抹角 走了一段路 就见这两个人 就走进了梁州府的衙门 老半天也不见出来 于同心想 肯定了 这伙官府的人 就在这府衙当中 住下了 嗯 于同一时回到殿房 闭目养身 天一黑 换上了一套夜行衣 黑色短打 腰叉筋笛 悄悄的跳出窗外 直奔抚牙 他为什么要奔抚牙呀 于于同是探听文太来的消息的 他必须得把文太来 在什么地方 在哪个地方勘压着 都探听明白 然后才能回去送信 探听不明白 回去就送糊涂进 那是不行的 来到府衙之后呢 他绕到了后院 到后院这个地方 是跃墙而入 翻墙跳进来之后 之间四下一片漆黑 往前走着 他忽然发现 这个东厢厅里边 窗户上是亮的 嗯 说明这屋有人 他高抬脚 轻落步 走到了窗户外头 就听见这厅里边 有人说话 然后呢 他在窗户外边 往旁边一瞧 这个窗户啊 下边关的这个地方 旁边有个缝 自然流露的这个缝 他隔了着眼睛 可以看见屋子里边 他往屋子里边 不看还好 往屋子里边一看 不由得大吃了一惊 哎哟 一瞧这个厅还真不小 里边坐满了不少人 正当中而坐的 就是那个张昭忠 两旁边都是侍卫 还有公差 其中有一个人 反捡二臂 绑在厅的一个柱子上 这个人站在那里 被绑着 突然间就听 这个人在这高声大骂 这人这一说话呀 这于于同就听出来了 这位正是文太来 于于同知道啊 这厅里边可都是好手 那张昭忠就在正中坐着 他自个儿想 我先别在这儿 扒着这个窗户缝 往里看了 我仔细听听 他扶下身来在这儿听着 就听文太来在那儿说 你们这帮给朝廷 做走狗的奴才 文大爷落在你们手中了 自然有人给我报仇 瞧你们这些狼心狗肺的东西 你们在这儿穿着人的衣裳 戴着人的帽子 你们都是人吗 我告诉你们 你们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他这一说就听有一个人 阴森森的在旁边说了 好啊 好啊 姓文太 你骂得痛快 我听说你不是叫奔雷手吗 手上功夫最厉害呀 可是没办法 你手上功夫最厉害 现在让我们把你的手给捆上了 哎呀 我这个手呢 没你厉害 但是我这手没你厉害 今天我可以用我的手 打你两下 让你知道知道 我这个不是奔雷手的手 是什么滋味 说到这里 这个人就往文太来跟前走 于于彤一听不好 他赶忙往这个窗户奉着又一趴 往里边一瞧 见一个人就奔着文太来这儿走过来了 这个人身材瘦长 穿着一身轻步长袍 是个中年男子 他这个手亮着掌 奔文太来走来 这个人脸上露出了一种猙獰的冷笑 文太来此时刻双手背绑 他一点动弹不了啊 怒目而逝 在那恨得是咬牙切齿啊 哎哟 于于彤心想 这个小子 我知道 这个小子 就是那严家门的掌门人 就严拨钱啊 于于彤心想 如果这个小子要给四哥两掌的话 恐怕四哥性命危疑